大家好,我是Edward 今天我会接上期的内容 分享怎么浏览公司财报里面的资产负债表 以下面的财报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负债表的上面一部分 是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下面是流动负债、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 那当我们研究资产负债表时 第一,要浏览该表格的主要结构 了解公司的净资产、现金类资产状况 通过资产负债表各个主要科目的余额变化 及利润表累积发生数的变化 进行同比、环比分析 第二,可以和同行对比 看不同项目在总资产中占比有何不同 研究为何不同 公司在这方面是否处于劣势还是优势 第三,投资者可以通过应收票据 应收和应付账单 预收和预付账单这几个项目 来研究这家公司与上下游之间的地位 观察自身竞争力的强弱 下期我会简单介绍 如何浏览财报里面的现金流量表 我是Edward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傲股资讯 感谢观看